BTS于10月15日晚在釜山举行免费演唱会 吸引了5.5万人到场观看 ARMY们也把全场变成一片紫色海洋 场面相当壮观 这场演唱会也是他们宣布暂停团体活动 四个月后 为釜山争取2030年世博会主办权而再度合体 之前BTS为声援釜山争取2030年世博会主办权 宣布要在釜山举办免费演唱会 消息一出 釜山各家饭店还有民宿 立刻价格三连跳 有网友表示 原来找到的饭店1万14万韩元 约698人民币 但是一天就涨了46万韩元 约2294人民币 还有一些竟然开出2万900万韩元 约44887人民币的天价 足以见得BTS的人气 演唱会最后 BTS也开心送上Anker去 感谢所有歌迷到现场 转成一片紫海 ARMY们更表示 虽然BTS有很多起起落落 有一些失望 但无论未来发生什么 七个成员都有相同的心 相信我们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站稳脚跟 我们会很好地克服它 希望大家对我们有信心 因为我们很开心 可以一起表演 一起做音乐 爱的韩社 每日解说就些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